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 箇ną 寶貴 製作詞 奐貴 詞 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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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其實不甘願 不甘願 真的不甘願 就是我那時候因為像我的年紀 我小時候就是這種 就是可能本人外生也是還蠻合合的那個時代 但是那個生活裡面說合合又不是真的合合 像我從小在家裡好了 因為我家裡是軍人嘛 所以家裡有一個外省的那種 就是後來的榮民郭郭這種 他還沒請 然後有的時候會來一個洗衣服的阿包上 我從小就在他們兩個的 吵架連身中 老蕭阿 開門啦 快點啦 罵他就罵他就罵他就罵他 他們兩個是種 你知道嗎 就是那種阿包上去會說 少女婦沒了啦 我跟你講喔 聽不懂 聽不懂 兩個人永遠在這兒吵架 然後但是又會有這種威風 阿包上很可愛 他會背一個他的孫子來 洗完衣服 還悠哉悠哉 會在我們家的法拉室上 吃一根法拉才會這樣做 然後這種時候呢 這個老蕭過去都講話 那阿包上還會跟他講說 這顆是啦 要吃嗎 就是又會有他們相處的那個 然後比如說 我小時候唸出我在 因為很快都被送到威風 我已經送到新念國校 新念國校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時候我去上課的時候 我踩的時間都是墓碑 用很恐怖以前就沒有 就是又踩到人家墓碑不禮貌 然後戶碑旁邊就是這些 溶硬撥撥的圍上的醬 裡面就是會有分層的海白 然後每天路上都是聽他們在吵架 我後來當淡水店淡江中水也是 淡水的那個後面 山坡上會有一家麵很好吃 也是溶硬撥撥跟他開來 有一天我們在吃的時候 店很小 那個撥撥一個人在 我大海一直罵說 我拿去 然後他再來說 回來了 回來了他就 我拿去 他就點頭髒 我伯伯居然 我當著幽默的客人 差一把 滿開始了 就是 就是這樣子 這樣子吵吵鬧到 吵吵鬧到有經過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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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所以我到我長大的時候 說 是很不和啊 有很多那個 我都覺得 我成長的時候 看到的是 感覺的是一種 人與人相處的 就是語言格格 那種 但是有一種 相處的情感 就算 如果說是 逃難的一代 如果說 是 很不恰當的比喻 但是 譬如說 現在全世界 這麼多難人 有時候想想 那時候 外省的難民 其實是在 落腳在一個 很有感情的地方 真的是 那個包容 我寫那個 寫那個 《香蕉片堂》的時候 裡面有一幕是 這個 那個 那個 當次演的這個 阿丁哥 神經病 精神病 然後 他 碰到我一樣 其實這個 真的是 忠銘的一個 簡潔師的故事 他是山東人 他是真的 他是我唯一認識一個 有神經病 然後 好了 然後可以 清楚的 描述自己的心情人緣 他呢 他 也是很報答 他說 他說 看什麼 我這樣聽起來 我覺得就是沒有安全感 因為他山東人 所以他可能十幾歲 就 被抓了 就是那個 當什麼 那個 國民黨的部隊 跟共產部隊 都會 警方群都會抓 抓小孩嗎 就可以抓了 所以他說 他也當過 那麼好 他派了 就變成國民黨 就是 很怕 知道 你之前是 就是 不見道具 你知道嗎 我覺得那種具 一直在他心裡面 他說 比如說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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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個外套 他的那一件 他說 當時有個外套 就是很 很不得了 很寶貴的 結果他這件外套 被偷了 他說 偷了 他那件到底 什麼會不見呢 他就不知道 過幾天 又有人說 嗨 王晴陽 你們外套找到了 他說 我看起來 一看 背上 他說 我那個外套本來 拉在一個 衣服 甚至有時候會這樣 像這個 這樣子一個 直角有沒有 有一個直角 他就 拉在一個口子 然後有人把它縫起來了 然後就縫一個 一條線這樣 他就說 這個不對 我通訊英文 我英文不會 我英文字不會 然後 我平常就是 講話不客氣 就令有人不高興我 因為我被當作人氣好 就 欸 有沒有 我呼呼氣嘛 所以 欸 給我少一分 像我每天背著背上 每一個人看 這個人就是 讓他呼呼氣 找給我呼呼氣好 但他講這些 每天都會心 然後 就是他吃的就說 不知道 所以他就說 最後他幫助人 他說 幫助人那一天 非常清楚 震撼教育 集合 然後 下一個 他轉不過去 那個班長就說 挖起來 真的 他說 我眼淚 他趴到我下 腳就是動起來 然後他就說 他就講他 兩次他記得的 那種發瘋的感覺 那時候也沒有 他都很部隊嘛 很窮 也沒有什麼醫院可以弄 醫院是帶著他 他說 醫院排長什麼還蠻好的 一天排序 就把他關起來 所以有叫人 帶他散人 他說 我 我通訊兵嗎 他說 你去看 那個升旗桿 降下來 旗桿的繩子在那邊 風吹人 趴趴趴趴趴趴 他說 我去看 我說不行 我去走了 我爸爸給我打電話 我給他回個電話 他說 我就搬灌石頭 你還打電話 然後也被打一頓 然後有一天 他說是晚上出去上步 他就把那個力量說 你這樣叫做 他就說 我就走了 我走了 我剛剛要趕快要救我 他說我 他如果往台上 我走回去 然後也被打一頓 這樣子 然後他描述他好的那一天 我也是聽了 眼鏡就要掉下來 他說 是他的某一個牌長 因為部隊 或是當時在金門牌 在哪裡 就是牌長可以去製造 那個 武林的家裡面 到達人家裡 他說 這一家的法庭 對他特別好 他說 不管什麼事情 都信任他 然後有什麼事情 就叫他 跟他家的小孩 一起去 要去採東西 要去拿去採 要去找財 要去抓魚 他說 我好 神經病好像是 要家產 那個 那個爸爸 就叫我 跟他的女兒去捕魚 去抓小魚 他就問交 拆到水裡面 我就不知道 然後 香蕉天堂裡面 講的故事 就是他個人的故事 他問他們部隊 在某一個地方 他有時候 就去問誰 我把他上 隔天他會是 去往跑左邊 所以我追到那個 我把他上架 去拿那個 我把他上架 我們就出來 就要打架 打架 我把他上架 打架 他就警署說 硬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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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吃一碗飯 我把他拿一碗飯 我來 他說 我 我看過 你要拿 他就位下來 所以 香蕉天堂的故事 不是他本身的故事 就是我說 這種 這種從小 這種 當然我們也常被騙 就小時候 你知道那些 鍋鍋什麼 哇 每個都跟你 被你成英雄 看過這個 頭上色彈頭 怎麼 我記得 鬼故事 打架的鬼故事 還有一個人說 念某一個咒 就是你走在晚上野地裡 你老虎獅子都不敢吃 我記得我小時候 他有背下來 他說 你頭上給我一個鍋 所以說 就是也會被騙啊 等等 但是這種 這種騙 這種 這種東西南北來的故事 這種 我真的覺得是 就是我覺得 會不甘願 我覺得很多人 默默說 你生個菌 也怎麼了 為什麼好像這麼辛苦 一直做 我覺得沒有別的 就是 我覺得這個是 就是長輩們的 長輩們的經理啊 我們有這個責任 把這個故事做出來 然後我覺得 閱讀時光 跟做這樣 互動的時候 真的越看到 這麼清楚的 每個人描繪的 這些故事 跟生活變相 那些故事啊 我覺得很多一點 就像我說 楊玫瑰先生的 很多 我記得我第一次看 楊玫瑰先生 就跟看牛大廳一樣 你知道嗎 因為你都覺得 以前的人好像是比較 古老的人嘛 可能保守啊 可能那個 我看牛大廳 真的很厲害 然後其實 這樣講起來 我看楊玫瑰先生 也是很意外 那時候還 還比較年紀輕吧 就已經嚇了一跳 我記得楊玫瑰先生 瞭解說 那個 就等著警察 去巡查 到一個農家裡頭 那個 十五六歲的 那個農家的女孩子 出來應門 很害怕 然後就說 我都找回事 什麼 那在哪裡啊 他說在田裡面 他說 他說 他就看他 他說 喔 上家看他 他說 你幾歲 他說 他就說 奶奶都這麼大 還不知道自己幾歲 所以我真的嚇死 我想說 他有應良葵 是什麼時候的人啊 我們剛剛就寫 寫話這麼 這麼 這麼那個 所以其實我覺得 文學的世界裡 真的是好像 一時代造了一場照片 那些好多好智慧的人生 的畫面 我覺得那些 就是也許每個人 讀的時候 是在你自己的腦裡面 但是 所以我就覺得 如果這個是要用 影響公共的示範 我一定會覺得 我們是有責任的地方 所以就是幫他們講 像你們說 對 對 對 問一下小畢老師的說法 其實 因為我 其實自己也長期在文學界 那 我其實 想要這樣子說 就是說 其實 跟在場的 朋友們 很可能 很多人都是對文學有興趣的 那 說實在的 台灣的 就是說影像界 電影跟文學界 他基本上 某種程度還是有差異 我有差異 我有差異就是 其實剛剛小畢老師 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 因為我們在座影像上面的時候 難免會有非常多 跟創作無關的因素 攪亂進來 所以 包括他投資很大 所以 包括你需要找 你需要找一些線上的營機點錢 包括票房 包括 好多好多的東西 列入討論 所以說 但是當 我自己知道 作家在創作的時候 事實上 因為 創作成本非常低 他其實就是用他的生命跟時間 所以他 然後寫他的時候 常常有很多是 不得不寫出來 就是 你的 你的 心裡面的情感到那個程度裡 這樣 不把這個故事說出來那個情況 然後他的 其實創作成本很低 他的市場 反正也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 多數的作家 其實 就是我在文學作品上面 他們其實比較沒有其他的雜誌 活到裡面去 所以他們可以 可以把他們 真正他們生命 生活裡面的東西 然後寫到他們作品 作品 那我 講當然不是說影像作品 是不行 可是說 他有非常非常多 關於市場面的考慮 所以我就 就如同我套一句 國下品達人談 他說 譬如說 當我們在進入商業的時候 好多人 好多人的影像作品 是從電影裡面去造電影 而不是從 真正的從生活裡面去 去造的作品 真正的 從生活裡面的元素裡面 挖掘出來 那樣子一個主題跟故事 然後 做成一個 創作的作品 那 我 其實 回到這一個 文學跟影像的核心 我就談一下我自己的體驗 就是 因為我剛剛有說過 文學的創作 它當然是 比較偏向文字的美學 在做種意義 那影像是一個影像的美學 但是這樣講起來 當然基本上 是一個很濃濃的東西 我就舉一下 會談 常常有人在 也就是說 不管是學者 或是一些創作人 藝術大師 他們在談 文學跟影像 這兩個媒介的時候 例如說 如果有人知道 例如說 波蘭的導演其實老是你 他在他的字段裡面 你記得 問他這兩個字 他就覺得說 你覺得文學跟電影 你有什麼不同 或者是 像大陸的作家 我滿厲害的 常常在談 影像 跟文學的意義 那基本上 是這樣子 就是說 文學 是一個 你有文字 所以他 他基本上 是一個 比較抽象 可以 可以擁有比較 描述抽象能力的一個東西 他是透過文字 透過文字的描述去 可是當你真正在落實 在影像 或有經驗 你拍東西的時候 他基本上是 是一個很具象的東西 所以 凡是所有的 凡是所有的故事 透過拍攝 他就會被具象化 所以 所以當他具象的時候 老實說 某一些抽象曖昧的東西 就不見了 可是往往所有議題裡面 最 最能夠拍出來的那個核心 其實就是那個曖昧的東西 那 我覺得我自己的經驗裡面 在做影像上面 他只能是不斷的在旁邊照 然後試著 試著去進那個核心 可是呢 在所有的文學 用文字的世界裡面 你是可以直接透過文字 去 去 深入 或是直接去採進入這一個 這一個核心裡面 這個是抽象跟具象 兩個創作媒介非常多的地方 然後我剛剛有看到說 影像因為他調度了這麼多 不是他本身的 一些藝術的能力 包括音樂啦 音樂的補足 美術的補助 攝影的補助 燈光的補足 所以他 其實 有一種強大的衝擊力跟感染力 這也是 為什麼 在影像作品上 他說故事這件事情 來得比任何的媒體 別走還要來很厲害 就是小說的時候 尤其是當代的小說 你如果去看400年前的小說 他們通常基本上都是以故事為主 因為那個時代 復端說故事最主要的 就是這些小說 包括中國的張惠小說 說俗人 包括西方的小說 都是一樣 可是在當代這個時代 已經說故事這件事情 大多數退位到給影像作品來做 但是小說作品 他基本上是當代的小說家 他會從說故事這個角度退位 慢慢慢慢的往文字美學更能夠表達的東西 比如說你如果去看駱宇軍的故事 他絕對不會乖乖的講一個傳統的故事 他把故事慢慢的 其實虎島的店也是一樣 這幾年去故事的話 故事對他來講並不是真正的重要 所以他去傳達故事以外 跟其他的 比如說剛提到氣韻這種東西 這個是非常難 或者是所謂的韻律這一類的事情 那我覺得回到 《閱讀時光》這個系列來 其實也如同我剛剛講的 當我需要把吳卓柳的一篇小說 改編成影視作品的時候 我自己會立刻碰到的問題 我立刻碰到的問題其實是 呃 如何 應該怎麼講 我通常的問題其實是 在台灣現在 因為它最近實在在一個非常有限的 有限的環境資源底下 如何很貼切的遵照 很貼切的把握住原住的精神 因為我覺得原住的精神 肯定是在改編過程裡面 最不能夠放掉的 所以是當初要改編 會拍這個小說的一個重要的原因 可是在這個掌握住原住精神底下 卻需要透過當代觀眾 或是當代創作的影光 讓做出一個當代 就是現代的觀眾們也能夠完全理解 完全理解的這樣一個故事 然後我自己的 也自己的一個任務是這樣子 所以就是當我一看到這篇小說 它最感動我的是 它創造了一個 它創造一個平凡的台灣老婦人 裡面沒放逸的這個角色 那他是一個平凡的老婦人 那從前很 從前家庭很辛苦 可是因為他兒子當上醫生 然後他變成神神嗎 然後可是他的價值觀跟他的兒子變成神聖之後 他就一心想要成為一個日本人 所以他在民族認同跟對於時事的判斷想要走的路線 完全變成想要走日本的路線 這樣子的一個衝突一下 我覺得我看到的是 這樣一個看起來很粗比 然後沒有任何知識 沒有太多知識 就是單純的一個台灣的老婦人 可是呢 他身上卻擁有一種 卻擁有一種 我覺得很難看到的一種所謂民主氣體的東西 這個東西是 它並不是物質面 而是一個精神面 透過台灣人的傳統的信念 跟對於自己 自己國家民主的認同看法 然後體現在生活裡面 當初我其實就是被這一個很巨大的 這樣一個母親的形象所感動 所以我覺得我要找 譬如說我一開始看這篇小說的時候 我就覺得應該要找美方阿姨再演這篇小說 因為它 它是屬於在台灣的演員裡面 是屬於那一種 它又可以脫辣 可是又可以很溫柔 又可以有很深厚感情呈現的一個 一個這樣子的演員 所以呢 在 其實在整一個改編的過程裡面 我剛說過 我覺得 即使 胡作流是一個很重要的作品 即使這邊小說 也不是本來他目的描述的東西 但是對我而言 我的概念是 小說作品跟電影作品 他其實應該是兩個不一樣的作品 我說的不一樣 不是說布斯要完全不一樣 或者是 或者是 精神不一樣 而是說 他應該被視為一個獨立的作品來看 他 從小說的這個情節跟布斯的根源出來 可是 我希望 我希望能夠賦予他 不太一樣的東西 然後 那個東西 我稱之為 創造性的背叛 就是說 你很可能有一些東西 會 會調整 一些情節 不會跟原來的一模一樣 有些對話可能不是原來的樣子 但是 都是基於原著的精神 你想要 你想要更深入的 去傳達 某一些原來小說家 所要傳達的精神 但是你透過一些 你透過一些破壞 或者一些改造 那 但是 希望可以更彰顯原來原著的意義 所以 做了某一些創造性的背叛 對我而言 也是這個樣子 所以 在哲奇罵情節 你們剛剛講 原來七千十的 這個小說 可是你要變成一個九十分鐘堂固的劇情 所以 我們當然 希望 某一些 自己的加了一些補助 但是 在這一點上面 我覺得 我自己的初衷跟用意 就是 為了希望 能夠 把原來 在屬於這個小說裡面的精神 跟非常感動我的部分 然後可以做更好更深入的 這樣子 那我剛剛講的大家 我忘了我那很快 行走的事 就是 雞雞老師的行走 對 那 其實 雞雞老師大概已經是我第二次經歷 就是說 關於 關於身邊的人是 是這樣 跨界的 跨界 不是我們藝術的跨界 是說 我第一次在要寫庫驗的時候 庫驗的時候 庫驗就是 它的來率大概是說 我們拍完大院小醫師以後 就是大家這時候 大家都覺得大院小醫師非常好 然後 反應非常熱烈 然後覺得應該拍第二步 但是事實上我們都不是學醫的 我們要寫一步 醫學沒有這麼簡單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就討論說 就是 我們那句話大概是從那個時候開始 就是因為 大院小醫師的時候 是第一次大家可以在網路上寫自己的看的新聞 所以公共電視的網路因為那一次就繼續去某種升級 所以才能讓大家來的裡面回看的反應 然後 那一次在網路上看到的 我常常是看觀眾寫來的 看到教員類 就覺得說 因為很多觀眾都寫了 你家裡的 因為醫院都是一個生理史連接那個家裡 其實包括比如說 他自己的爸爸不在 阿公生病了 然後他去那個大家族 他看到 他背 就是爸爸的哥哥 關於費用 關於等等 那對年輕人是一個滿大的震撼 然後也有人寫說 你們裡面寫那個money沒有錢 我們在醫院真的看到一個小故事 他真的跟money一樣 他就表示 用那個像已經斷掉了 錶再斷掉了 像已經綁起來了 等等 就是很多感人的故事 那是網路第一次給我這樣的 以前只有收視率嗎 你知道誰在看誰 想什麼 然後這個後來我們就想 我們就討論說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我們下一步要做什麼 連續劇 是要做什麼 他就覺得應該是關於環境 所以我們就做了復驗 那個時候我就跟money討論說 所以我們以後的每一步 連續劇究 其實就是一個社會運動 所以這個意思 就是說 我們去做的功課 那個題材 然後可以做過網路 跟大家互動 我們的意思是是這樣 所以復驗就是想寫說 關於台灣的未來 到底是保育還是開保 是台灣這樣的一個地形 然後沒有重要的況產 然後面對未來的經濟 然後以代工規矩 那個時候 那到底要怎麼走向未來 所以就想說 我們後面的這一次 保育或開發 但是我們不是第一次 有這樣的生存的爭執 我們上次的爭執 好像是反正的 就是王左還是王右 所以我們也有寫到上一代 上一代的故事 那再去探究這個上一代的故事 就有找到我的後像 郭秀蟲的故事 郭秀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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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等於是第一屆 這個台大 等於是台大 醫學院的前身 應該是 這個時候的前身 那他是 後來我才知道 郭家 其實是士林的 算首部之類的吧 士林那個時候 所以有找到他的其他的妻子 那這位女士呢 他對我講 說他那個時候 嫁到郭家的時候 他說郭家有多大呢 他們家吃穿是要搖零的 就是搖零 大家才會 大家才知道要來吃穿這樣 然後他說郭家 他這樣去郭家的時候 郭家整個的房子 都是日本的建築師來蓋這樣 但是他們自己的家 好像也很富有 所以他有去日本留學一些音樂 他說他怎麼認識郭舊童的 就是他們年輕人 他從日本回來 也是跟現在年輕人一樣 大家會聚起來 考慮這個社會啊什麼 那他就 他就 批評郭舊童說 你們自己覺得自己是很平權 是很不足思想 可是你們有注意女權嗎 你們從來都不注意怎樣講 他說郭 他那時候一定是逆施了嘛 就笑笑沒有說話 有一個個月他說 我要去一個地方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 他說好 他就帶她到江山樓 就是那時候 台北的那個 紀念 然後帶她從後人走到那個地方 走到一個非常陰暗的房間 原來有個很小的眼睛的女孩 那郭醫師 每個禮拜去幫她 她說 所以她 在那個陰暗的房間 看到 郭伯郭舊童 這樣子 在那邊犧牲細語的 跟那 蠻的彈化啊 好看 他說 出來以後 我就覺得 很羞愧啊 她就什麼都不用說了 大概是這樣 然後他說 郭醫師的人 知道怎麼樣 他就是 他家也沒有錢 所以他有帶著 家裡的 悲劇 所以 本來有一個女傭 是跟他一起嫁過去 他說 有一次可能是在郭醫師 不知道什麼時候 他大概有罵這個女孩 他說 晚上睡覺的時候 郭醫師就跟他說 我們也是剛好 身在有錢的人家 可是他好身在多家裡 剛好身在女孩 如果我們是身在別人家 可能就是這個女孩子 這個孩子 在你家 經理情報上 經理來到我們家 人生也不熟 也連一個女孩 是我的太太 他連一個興奮都沒有 如果你再對他說的話 他可能真的 看起來 他說 郭醫師不在我們 但是 我在要複集這個題材 要採訪的時候 然後呢 我當然會講 說這個當時 白色肚子的本省 說錢會 所以一個人 談到這個太太的時候 就有點不說話 是為什麼呢 是因為 郭醫師在監獄死了之後 最後這個太太下 給了一個警總 一個警總的一個 所以 所以 所有的這個真正經理 他們內在 轉過 遇到 很多人說到他 於是就 就 不太想說 就不太想說 可是 當我訪問他本人的時候 有人他還是 我們不敢去觸及這個體制 但是 我就在想 因為這樣的心情 是怎麼樣的心情 我的意思是跨界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說 當你面對這個 你面對那個勇敢 你面對那個那個 那個那個 有一個這樣的一個 因為郭醫師其實是從前面 抗日就已經被日本人 然後他又嚮往紅色 左推 但是被國民黨 等於是他一直 這個優秀的 有錢的 的 的 的青年 一直是一個理想性 社會 理想性 非常非常明顯 然後他們 因為這樣的 他仰護他的理想 這樣的志趣 最後為什麼會 嫁給這個警總 那這個警總的人 又是什麼故事呢 那我當時就是 也認識這位 那 記記老師的行走的步 也是在行 就是說 記記老師其實 第一次的婚姻 就是 他17歲 當時 記記老師是 吳維銖說法 吳維銖說法 我記得沒有錯的話 就是 也是一個 語文青 就對了 非常非常嚮往文學的世界 當時他 上來 好像找到一個 文壇 有一個 下令禮 要參加 他為了這個 就不去聯考 就為了有這個文學 監禁的機會 他 所以他後來就是 非常年輕 就開始在這個 不管報社啊 雜誌啊 相關的東西 而是就認識了這個 當他17歲的 當時已經非常有名的 這個外省的記者 他都很記得 我也許有記錯 好像第一次跟他約會 就帶他去美觀園 然後怎樣怎樣 他就跟他講說 我其實是中日混血 就是一個外省人 說他是中日混血 他對記記老師 就很懇在 然後他就說 他是哈爾濱人 幫他是日本人 然後等一下 就講了 就是讓他非常 更是一氣倒 這樣子 反正就後來 封口 然後他就常常不在家 常常晚上 反正後來的事情就是說 非常有可能 他就是密告了 陳怡貞老師他們的 因為他們當時有一些 會在收音機上 因為紅色土國的 高低社會主義理想的 這些收音機啊 看一些書啊 在一起 然後 就是有可能是他 對不對 因為他是一個 唯一的信念 但是 除了這個離奇的 這個狀況以外 到底是不是他 以及他的呢 最主要是說 這個人到後來 他是好像問題很好的 到後來很後來很後來 季季老師才知道 他本人應該是一個 左傾的年輕人 他其實是參加了一個 共產主義的 什麼青年團職 什麼的活動 所以他們是有幾個人 一起來台灣要 說今天也有台正式 可能就是要探知 這個台灣的狀況 要提供給共產黨參考 然後所以他們幾個人 附在一起 然後又分開 然後又 他又被抓 其實關了很多年 然後是在律中寫一些東西 被林函英老師看到 所以他後來給有機會 做記者等等 後來寫文章 很做好評 就公由記檔 但是後來慢慢這些 西基老師所經歷的那個 簡直是你覺得 倒不可思議 因為他就是 是不是也是這種流離 是不是也是跟那個姐姐 就是一個 那是 eine那蛮女的 就是因為她是有兩種 是正在台灣 好像她又 因為被警總抓了 所以 所以人家為什麼認為他有可能 因為警總再抓到他之後 他可能就願意為警總服務 來抓捉緊的人 抓本來跟他一樣自趣的人 所以這樣的人生可能讓他是 反正迷底揭曉 當時對基督老師完全是一個疑問 關於沒有錢這件事情 其實後來才知道他平等非常明白 不知道他有個前妻什麼演員 他編了很多很多故事 然後也很多事情 最後他有一次跟基督老師說 我告訴你 我人生最大的放不下就是我的妹妹 我離開家後她才幾歲 她是多麼可愛的 沒有怎樣在念台 然後我為了自己的那種 我就跑走了 我沒有保護她的 如果你給我生一個女兒的話 我絕對恢復 我絕對能放下一切 讓我要好好的打招呼一下 基督老師就感動了 就原諒她了 然後就懷孕 就說妳有超音波妳知道嗎 所以基督老師說 她很慘 就懷孕 然後就一直早告說 是這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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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 寶寶生下來那天 哇 兩個人抱在一起 我們真的是女兒 那時候基督老師已經被她騙人 說家裡完全沒有錢 然後為了要生產 基督老師跟報社還是雜誌社 借了五千塊 然後書店開招手續 花掉了兩千塊 剩下三千塊 然後就抱著哭啊對不對 然後第二天起來 然後先生就來跟她講說 從今天開始 就是我們的心得很好 那妳把那個錢給我 然後去半間什麼 她就把那三千塊拿走了 就流過來 然後就是大概經歷這樣一次兩次 然後基督老師後來為了躲她 躲起來躲在搬到什麼地方 她就是只有自己的臥房是沒有窗戶的 她才能開燈 她回家的時候 連客廳的燈都不要打開 但是床上就這樣 刀子在這裡把她掉起來 然後呢 她還說 哼 我來房裡吃了 妳還協作了 我在妳家窗戶做了 做了手腳就不知道 就是她 把她這樣窗戶 就是她爬進來 然後我把窗戶抹一下 就是她回家了 她在外面看就知道她回家了 她還 而且她用這個筆迪的口吻說 妳要寫作 妳要寫 妳要當作家 就是 就是一次一次 一直到最後 而且她有得到公家的名牌 然後她有拿了這筆錢到 搬到八里島來的地方去了 然後過很多年 她回來兩個人還有見面 見面的時候 她又跟她講說 我在那邊辦一個孤兒院 我想 一生的那個 載好 載好反正 我辦一個孤兒院 她說 很像拓斥的時候 兒子過去 就在床下床上 那邊的孤兒院 就只有一個 一笔的女優 然後有生一個 她的孩子 好 就是 這 一輩子的 一輩子 但是基基老師 到最後 還是說 我選擇原諒 如果 這是這個人的命運的話 如果她是 這樣的 這樣的 飄長 我選擇原諒 那 這是 我在音樂的 關於 她的基隆老師的 新手術 那我已經 怎麼想說 新手術 這樣子 好 那 呃 我覺得 就是 就是我說的 我覺得 這種 這種 這個 這個 已經是 比你要用控制的 角度 角度 更多的 更大的 更大的 更大的一種 更大的一種 人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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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良法 人間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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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 對啊 就是不甘願 希望大家也都不甘願 就是 支持這些作家 支持台灣曲的 寶座 我也來回應一下 其實 剛剛 比較多談的是 從文學 然後來改變 影像作品的 這個 這個角度 所以我們談了 非常多 像 以前的 就閱讀西方 系列或是 先前的過好的經驗 但是我其實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 其實影像本身 它也是有 所謂的文學性 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文學性 特別是 剛講說 某一些人的 某一些人的電影 或影像 它本身就是存在著 所謂的文學性 就是當它傳達這個故事的時候 它本身就會運用 運用很多所謂的文學的技巧 跟文學常常使用的方法 我應該這樣子講好了 就是說在 文學 其實從人們會用文字創作之後 就已經有順下 也許在西方歷史 在中國歷史 都有幾千年的歷史 人生電影很可能是一百多年前 因為科技的原因才發明 所以它是一個新的 新的影像明星 那 在一開頭的時候 其實 人們在學拍電影 或是用電影影像呈現 基本上最主要的兩份來源 老實說就是文學 就是如何說不實 如何用文字說不實 所以他們需要細本 需要這些東西 然後從文學裡面去擷取 所有的表達方式 然後一直到現在 其實在以現在這個時代來說 我做這樣的比例好了 就是說 電影才一百多年 很可能才一百二十幾年 所以它是 它是跟隨著科技的發展 然後 不斷的不斷的演變 所以它有點像是一個青少女階段 也有活力無窮 並且常常有新的科技會加進來 比方說 我記得 我在大學畢業 開始想要重置影像的時候 我根本也不曉得 有什麼東西叫3D這種東西 更不會有像去年就是說 李安的 還有什麼 3D 4K 什麼一百二十顆的 拍法 這些東西 都是在從前創作之外 它就很單純的就是 用影像來做東西 可是 這個東西是會隨著科技的進來 而改變它的型貌 比如說 動畫加進來 動畫這個東西加進來 它讓從前有一些 根本不可能拍攝題材 突然變科技 像你們看金剛啊 什麼一些恐龍出落記啊 或是外太空的這種地理 這個地產 就這樣 人類本來只能在文字階段 做想像的這些東西 慢慢慢慢 因為科技的關係 它就 它就有了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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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現的可能性 那 或者是說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 老實說 從前 我們開始在做影像創作之後 我們大部分的養分 除了生活以外 就算說是來自文學處理 其實這也是一個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的文學處理 這一個養分來源 我常常會跟我的學生講說 你要創作 你要先往 你要先多閱讀文學處理 我記得我從前自己也是 小文青的時候 他會去光解 或拿去咖啡碗 有時候你沾涼 不是沾涼是不是 你沾涼 自己景仰的大師 就是侯孝賢導演 他就自己一個人坐在咖啡館那邊 他就在那邊讀小說 就是他們有很多 他覺得小說的世界 他覺得文學的世界 給他更多的想像跟心靈的沉澱 而不是直接透過影響去 但是當然 我剛剛講過文學的發展 發展很秀了 所以好像在這個時代裡面覺得 有一些人會覺得他是不可思議的動力 可是老實說那個主要的 關於人性人們的生活生命最透徹的機會 其實很多很重要的保護還是保留在文學作品裡面 但是現在當然在現在 因為我偶爾會比較跟還是比較年輕的創作者 其實在當代裡面 有很多如果你們去看很多作家的作品 其實他反過 有很多養分從電影來的 當分在他的小說和作品裡面 直接去引用哪一個經典電影的 作品的一些條件 或是一些圓書上的作品 就是當代這兩個文類吧 或是創作媒體 他事實上已經是互相滲透了 可是他終究是有兩個 兩個這種創作媒體 終究是有一些不一樣的地方 但是因為他們訴說的 通通都是人類的故事 都是人們的生活生命 所以他們擁有同樣的核心本質的東西 所以在這當代會變成兩個互相滲透 可以提供養分的媒體 那這個是我在當代這樣的環境裡面 對於這兩個媒體我自己的一些小小的體會 那剛談了很多都很多閱讀時光的東西 其實我我也比較想要把一些議題拉回來 關於小碧老師現在正在做的系列 其實最後兩個三點就是所謂的 就是跟我們今天主題這樣相關的 就是文學作品的改變 他之前做過了好幾種不同的類型 有精神的其他的議題 但是現在回到了比較純粹文學改變的這個東西 例如說花獎、男孩等等等等 那可以請小碧老師談一下這兩個記憶 對 就是直劇場 我想說因為我們這個電視的環境 會是讓我們現在看 不管泰國鬼片 什麼韓國的那種懸疑 對 都好意外 然後就覺得說 怎麼真的 怎麼真的都這麼差 所以覺得再不會做也要試一試吧 所以就前面做愛情生長 原於被文藝鬼片 最後這個單元是原住改編 原住改編 原住改編呢 我們也是先是有請編劇小 自己想起的 像文玉芳跟張可敬就選了副美美 就是副美美 我覺得是他本身的時代有原住改編的精神 但是可能就是就文字的著作上來說 他可能把它固定是有時代的精力 但是我們還是尊重 所以他們就會寫五位發生成績 也就是改編住成績的 就是我們所有的這個精力 然後他們放進了很多橫層的演出這樣 然後花甲男孩 花甲男孩我真的想特別推薦一下 這個是也是 我就是等於有請教 也是閱讀時光的 我們這兩個顧問 就是今年跟原家裡 老師原家裡是採訪台灣所的表達 然後就聊了幾位 年輕人做家他們聊了幾位 然後我看了一下 最後就選到楊富嶺的花甲男孩 大家真的如果有空話 可以看一看一看 那樣不明的小說 我個人可能到後來看的小說 沒有這麼多 但是如果我可以很主觀地說的話 我感覺是黃振平之後 真是太精采了這個小孩 他是在台南大內向長大的 那可是他的那個寫作就是 非常非常有活力 比如說花甲男孩 這是很怪的名字對不對 這男孩的名字叫花甲 然後他是怎麼回事呢 他是因為他很會念書 然後但是他們家裡有在 有這個廟宮 就是有這個在廟的這個傳統 所以他阿嬤很小時候 去把他應許給媽子說 他這個孫子以後會來做機構 可以過來吃 可是這個小說的一開始就是 阿嬤要去跟媽子說 很抱歉 我要來跟妳說 我這個孫子很抱歉 所以我可能要給他去出國留學 過來做機構的這樣 就是要來跟媽子說對不起 結果阿嬤又壞了 你知道嗎 然後大家都全家族齊合 就弄了好多隻阿嬤又醒了 這是非常非常有活力的一部小說 所以阿嬤你這個 你看他本人好乖的一個小孩 通常真的是寫作古靈驚怪 就是各種那個 另外一邊小說寫到說 那個這個女 距離的那個小說裡的女性 他是先生死人 所以他要回娘家去報傷 他自己騎了他的五十七七 那些小摩托車粉紅色的 人家路跑到什麼弟弟家 弟弟也是人家的阿公 然後敲開了門是他孫子的孫子 就是弟弟的孫子來開門 更我不認識他 小孩在打電動 他就坐進去 家裡沒有人 就寫著 我就跟他講說 真的這部電影好精彩 我都不知道台灣有這種習俗 先生死了 自己要回娘家去報傷 他說我也是只有聽說過 他就從小可能在那邊長大 他的所有的家家的生活 例如信仰 語言啊 人際關係啊 他所看到的人物啊 真的 真的非常非常精彩 他這次拍電呢 曲友寧導演 我覺得也是拍到這些部分 真的是很有神啊 就是然後大家也可以期待 就是說真的 說實在我聽他講 就是蔡正南嗎 龍少王 我還沒有 我還沒有覺得看他們 我這次真的覺得他們的演員太好了 因為裡面的角色 就是蔡正南他有好多兄弟 就是阿嬤 花甲的爸爸這一輩 花甲是第三代的 她爸爸這一輩 非常精彩 就是他們 他們家的老大 蔡正南是那個奇葩 就是這個妙紅 就是一個奇葩 然後他的妙是九天學禮好像 所以大家可以看 蔡正南之後還要騎 去黨的時候 要一個女性的 然後我參加的老二是龍少王 地方民意在庭 主義在那裡 都在這裡主義就對了 就是 哇 這塊這塊 就整個家族 然後康康是那種什麼 太太是越南人啊 那種 就是非常非常鮮活 就是我覺得 真的是很開心 就是我說的那個再次看到 再次這樣互動的時候 真的看到那種活力 我覺得真的是 不曉得 真的希望那些看 比男女長壽劇的 那些長輩們 真的都來看一下花甲男孩 我相信一定不輸 那個黑人罵 或者刺激很好 我覺得非常非常精彩 非常精彩 非常精彩 那種活力 沒有啦 可以 那個花甲男孩什麼時候 三天啊 讓觀眾知道 好 還有 還有兩個禮拜 我的鳳林見到牆被罵死了 還有兩個禮拜 大家好焦急 就是 下禮拜 下禮拜 下下禮拜 等於是 下禮拜五 下下禮拜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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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花甲男孩 是 也是台詞 也是台詞 請未盈 一定要考慮一下 花甲男孩 請有您導演 所以 鍾 conflict 我們請問 請 請 各位 어떤問題 這麼多 等一下 先 Mein胖 我們就 主持 το四位先開始 第二位 假如兩位現在是身為最上位子擁有比較多的資源跟金錢 會想要什麼運用在推動民事產業 謝謝 我剛有簽某藝書說可以錄影 我覺得啦可能是做 我這樣倒回來講 可能不能完全為難某某局 但是我講一下比如說做直居堂的課程 直居堂當時可能是一個比較 其實不只是當然大家知道不是這個系列 我們是先有幾個導演大家一起坐下來 然後在想說我們真的什麼事都不能做嗎 然後我們就想一步一步想 從一個檢討的角度 然後就想說其實像演員他們是有在底線 可是說實在你們台灣這麼多年來 因為其實我自己是學劇場 劇場要培養的演員是很優格的 可是在我這麼多年工作就看到 真的好多一代 在街一代就長得漂亮還有有點帥 就拉來演戲 其實他也還不會演戲 但是因為是演練愛的 他大部分都可以湊合 完了以後他走的街上就有人認識他 他就覺得自己是有人 然後書也不念了 然後跟家裡也吵架了 所以人生開始走另外一個 然後過幾天又有比他帥的或漂亮的 所以大家就把他忘了 其實他這個人生是很會啊 這個人生 反正就是想說 然後甚至也有演員走出去以後 回來會跟我們講話 真的好心虛喔 就是走到不管是兩岸三地 一起香港的大陸的 甚至有都看到日本演員的時候 那種心虛的感覺 所以我們就幾個都要一起坐下來 就想說我們可以做演戲 然後就想說 那我們就幫這個演員 希望 因為再想得多一點 每個工作都有帶子訓練 做的演員好像沒有 一成了名了 誰還敢說叫你來上個課 那我們現在年紀大了 我們就可以說你來上個課吧 其實表演課 並不是大家想像這樣 表演課我真的覺得 表演課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用一個比較現代化的溝通話 就是我覺得它是一種 身心靈的一家課 就是你來一定要運動 然後觸及很多你的記者了解等等 因為就是 我們其實是有一些步驟 就是想說 是不是來好好的給一些有幸運的年輕人上課 上完課以後 讓他有機會演出 所以職劇場有一大部分 除了是為了這些類型戲以外 也是讓那些年輕人 就來考上的這些年輕人 有機會在這裡面演戲 那希望是一個比較完整的嘗試 所以是八部戲 四個類型 每一個類型兩部戲 希望每一個類型 比如說鬼片 不要都看 啊啊啊啊啊啊 就是看的不一樣的這樣 就是愛情成長 一個是比較好笑 一個是比較奇想 那八部戲 然後每一部戲 大概六級或七級的明明聚集 這樣就是五十二部 我們其實開始的時候 是找不到平台 你問我現在的問題 就是沒有一個電視台 願意給你簽這個電視 因為他怕你收視率不好 你收視率不好 他要演一年 他無法承擔 不管我們怎麼解釋 我說遇到問題 你要替別人表想 我說我這次跟他們演出 我有自己表想 因為有四個類型 所以你不會怕說 一部戲賣得不好 我不是一部戲 好丟部戲 而且我會不斷地 有知名的演員 一起來演 帶動這些年輕人 而且他們有知名度 角色又會比較好 一直解釋 所以我直劇場 其實說真的 最感謝的就是 台式的董事長 黃宗先生 黃宗先生 黃宗先生是 我當然也遇到 少有的 他會 大家知道他是 零零化 就是他的 他的指導會怎麼買下來 可是他會想說 因為電視台 現在我們的無線台 已經淪落到 說跟有線台去買節目 對不對 有線台做綜藝 他就買綜藝 有線台常說 就是他的收視率 廣告 起碼有一些收益 但是黃宗先生說 我的最佳的名字叫 台灣電視台 我不能為了自己的 給他丟臉 所以他實時的 他之前有做的 沒什麼 他真的一直有試圖 做一些好的戲 那我現在講的 回答你這個困難 就是說 我感覺應該不是以事業而已 我相信現在台灣 可能很多的黨業 都是這個狀況 就是只賺 以前會賺的錢 沒有想像力 就是 偶像劇賺錢 就拍偶像劇了 相扶劇賺錢 就賺相扶劇了 不要再視別了 直居兩隻幹什麼 不要不要 不要不要不要 我光臨 你的客戶 就是做會做的事 賺會賺的錢 其他要怎麼嘗試 要怎麼培養 要怎麼去那個 要怎麼樣 就是已經沒有這個精神了 從民間的同資者 到怎麼看這個產業 到到政府 政府又是另外一個故事 政府 我的故事是說 大部分 李志強也比錯外來 我身邊的做很多都是壞學生 做得到政府首長的都是好學生 那在我們傳統觀念裡面 要讀書讀得好 發揮人上人 所以這些人上人 他們基本上是覺得 這些東西都是大眾文化 你說一個畫廊一部看不懂的話 總統都會去 他們會有很多人請示 你知道 心不見 你說電視好不好 沒人在那 因為電視再壞不是堵石油 不會死人 沒有人要管它 垃圾不斷地倒到老闆心家裡 沒有人要管 不再去看了不會死人 外國戲來啊 三年前來啊 談話節目一直談啊 你怎麼會 沒有人再管 進入老闆心家的成態 究竟在做些什麼 那我覺得政府都是另外一個故事 所以它是一個惡性循環 就是投資者沒有想法 沒有沒有 比如說我們的電影院 最近有一些朋友在談 這個一年比例啊等等 我就說其實我其實不太了解 他們對自己的期許 人生的期許是什麼 就是今天美商 今天我們的電影已經弄到什麼狀況 大家大概不知道 就是說美商它是怨切的 我有美商八大公司的騙子 李高梅啊或者是徒師啊 所有你從來到尾的 我恭喜你了 聖誕節也是我的 中秋節也是我的 兒童節也是我的 什麼都是我的 這都是我 你要哪一天說要演魔法阿嬤 是吧 你要演魔法阿嬤是吧 可以啊 那你過年你還要不要這個 火鬼中節者 你一樣還不要 你要演魔法阿嬤 你再想一下 你知道 就是這個怨切 所以現在等於是說 如果這是一個水果湯的話 我們所有在地的水果都擺後面 湯上只有美國水平 好 那偶爾幾步成功呢 是因為美國人說 我種蘋果 台灣蘋果我跟美國 你為什麼看一下 好 這個台灣蘋果 可以再來見面 你知道我意思嗎 就是 而且這個比例就是 中南亞如果說 比如說大部分片 比如說5.5啊 或6.54啊 我說不太棒 台灣有一陣子 只差3 給人家7 就是大家來上自己競爭 所以我說 我其實覺得要談的時候 不用談文化 就是應該學者們很用心地去分析他說 你的錢到底從哪裡來 以前怎麼賺錢 現在怎麼賺錢 你還有怎麼看今天賺錢 你可以怎麼賺錢 就是我覺得 我覺得 我猜應該不是電影電視 就是不知道什麼時候我覺得 台灣這個 台灣這個培育 紮根 跟那個嘗試的 勇猛的精神沒有 就是 滿懶惰的 就是 這個賺了錢 就這個嘛 搬來出去就這個 就是 談戀愛就一直談戀愛 相處 相處 我這邊的爺爺也跟我說 可憐啊 你怎麼不要打你 然後 每周一人來賺錢 你都打這個 疼苦要死的 好 你去看靠北椅子 都很多在畫我 就是 就是 我想 我可能沒有辦法 就是 這個場合 我又簽了說 可以公 不能談太多 但是 我基本上有感覺就是 這個 已經沒有 嘗試的膽量 所以我這次真的是 戰戰兢兢 苦要就是 希望不要呼呼 黃宗先生 因為這樣子 一年下來 希望大家真的要支持 這樣的北海 就是 真的已經沒有人要試了 什麼講到不講 都沒有人要 都沒有人要試 但是事實上這一次 我相信 持續堂 我不是多成的曾經 因為 因為 有朋友看完講 他說 喔 臉書寫了一個英文 喔 什麼是Bets 我說 我們臉書沒有在想這個事情 我只是希望 事情可以 the loop is better 我相信 就是沒有一點都沒有在講法 但是 我覺得 有一個問題 我觀察到 就是這個問題 就是投資 什麼過益 有光 還有關於 雜痕這件事情 怎麼樣 真正有實力 說實在 我覺得未來的時代 沒有人 互聯忘來了 誰都知道 什麼好 什麼壞 除了實力 我比他沒有包補 所以我呼應一下小提到 其實 其實 我先 很簡單的 比數一段細年 其實在十年前 李安 李安 段貝山拿到 維尼斯的金石獎 然後回來 台灣 曾經在今晚整天 她曾經特別律師座談會 那在場的人 其實很少 就是幾個 我們那個比較年輕的 所謂欣瑞導演 然後 李安覺得 好像跟這些人見見面 互相傳遞一下 她的經驗 怎樣 所謂的成功的體驗 她就有說 其中記者 當 有人問到 同樣類似的問題 然後 李安的回答說 26年前 當我是學生的時候 我們就在談這個問題 現在26年後 你們還是問我同樣的問題 然後現在又過了10年 大家談了 也是一個相似的問題 當然 現在的 所謂的隱私 單純在隱私上 其實 狀況有點 更嚴峻 原因是因為 現在不是電視 平道不大的時代 就網路進來 然後 一下子面臨的競爭是全世界的 所以 你們要看影片 你進到網路 你隨便都可以看到 美國的 韓國的片 日本的片 甚至大陸的片 所以一塊 在同一個平台競爭 那 我覺得 剛剛老師講到一個主要 主要東西 其實 要整個產業有一個根本的改變 你很難用一兩句話 就 就概括他的全貌 但是 總是要有很多人 在這個領域的各個點做對的事情 大家一起做對的事情 就有辦法 把那個網改變的零件給推 然後到了某一個零件點 他也許就有一個翻轉的 翻轉的機會 那當下比較嚴峻的疫情 當然是電視的一個平台開放 然後電視台變成他不是一個主戰的世界 可是 基本上 在這樣的情況底下 其實思考應該是 因為看到了這樣子的問題 所以你反倒應該是在培育人才 投資或是做更長遠的考慮 你可能更需要因應這個環境 去做一個根本的改變 可是 可能台灣大多數的電視台 我接觸到 大多數的電視台其實都是這個樣子 他們 反而越保守 越轉型 他是少歸為一 可是 同樣不斷的這樣惡性循環的結果 基本上就是 你更做不出好的領域 更做不出可以跟其他的國家或其他的美女去那個 所以他會淪落到就是買電 沒有買電 所以現在 我其實甚至 我要講一句不太客氣的話 我甚至聽到某某台的 某某台的那個 某鄉土劇的演員跟導播跟我這樣講 他說 他們在現場遊行這樣 一句話就說 我只要電視上不是黑畫面就可以了 黑畫面觀眾會覺得你喊電視壞 可是不管裡面是什麼東西 反正你們都會看 你們也不會提出任何問題 所以只要不是黑畫面 所以 他們常常演員在討論說 那這一段要怎麼演 如何讓他更好 他們就說不用再討論這些事情 你只要不是黑畫面 電視上面不是呈現黑畫面就好 可是 觀眾們你們可能被餵養 這個是這一類的東西 因為不斷的想要 減少成本 不斷的想要 想要採取手勢 不斷的想要那個 就會造成這樣子的結果 用很少的價錢去做 去做 可是卻沒有做出高度競爭的東西 其實當然另外一個擔憂 我還是得說商業面 它的確是需要考量 我剛剛也有提到說 為什麼 某一些作家 他們可以用他的生命 創造出這樣的深刻作品 因為 事實上 對他們而言 比較 不太有那樣子 剛才講的這些複雜的商業上的思考跟心機 他們可以全心投入在他們 他們生命的創作裡面 在影視作品上 某種程度而言 他就是 他就是需要非常高的成本去 去堆積 然後去做出所謂的影視的質感 這在這部分 就很容易碰到這樣的問題 那我當 還是不得不從無畫面來談他就是說 當不斷的呈現這樣的現象 也許我們年齊等這一輩也一樣 大家未來看到的故事 基本上 都不是剛才像小弟老土壇的 這些前輩們在這個土地上活過的這些 其實有非常多生重的好的或是深層的故事 很可能 很可能就是你的故事都是 有一個叫做 救急的人 一個叫Mary的人 他在紐約 在洛杉磯 在韓國首爾 在日本中心 談個故事 所以 也許人性是共通的 但是跟你們這塊土地沒有 也那麼相關 我會其實會從 從這個面向的擔憂去講 包括剛才所謂的 我們 大家 好多 好多電影圈的朋友 在希望 希望 國便能夠維持一定的應免之地 這個其實也是想要跟韓國界定 也就是說 希望有機會 把台灣的比較好的作品 拿到檯面上 有比較多的 有比較多的 呈現在觀眾面前的時間 然後讓大家一次又一次 有機會接觸到台灣奔路的故事 然後 勝而理解他 或是欣賞他 然後 找出那一個 找出那一個商業 火力的那個機子出來 我會覺得 政府跟民間 或是所謂投資人 或什麼 社會責任的 這一些企業 大家應該一起來 做這件事情 在幾個對的地方 把這件事情做出來 也許這是一個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那個 光整的一個方向 謝謝 來 第二位 來 第二位 兩位老師好 剛剛講的都非常認同 因為非常開心 就是這樣 但是我現在想要回歸 比較文學跟理想的部分是 文學在文字裡 剛才講的 字式跟語言之間 就是從你表示當中的 你跟我可能吵架 然後他可能那個情感的 那個 那個可以在文字裡面 去敘述 就是我跟他 表面說吵架 可能可是我心裡面 是放著這個人 就是 可是 他把把這件事情 搬到你這樣的時候 很容易變成 解禮傷 會變成 就像巨像聲 就是跟他吵架 傳到不出來那個情感 很容易 就是觀眾在看的時候 可是這種 這種狀況 定會成為一些 尤其在文字在講感受的時候 他可以很大聲 比如講這個感受 或這件事情 引發了什麼 的感受或不獨立 可是當他搬到影像的時候 其實他非常難表現 甚至於 你 我不知道 他會 他會呈現一個落差 就是 我看文學的時候 可能 我進入那種感受 當他變成改變 或是什麼時候 那個感受度 那是一切的 比如說冷裂的感覺 可能你是不是看到 這個空氣 然後從最後 冷裂 沒有啊 可是我 我比較 最怎麼樣 可能可以把它拉到 你那個感受度 是這樣的 其實我對 這部分是 想要詢問 兩位老師 怎麼要解決 才會有這個深度 而不是都是在平均的表現 人為一個 視頻 看起來 他沒有深度 那沒有深度 就會導致大家特別 很難心 的 行為 對不對 如果 做 問題 好 我 我嘗試再回答 其實 你剛提的 會 所謂這樣 問題 應該是說 好了 我剛有提到說 你把它改變成影像 說 影像不是直接辦理 就是說 這邊他們兩個在吵架 你就直接辦理這樣 然後 形成這樣的誤解 比如說 其實 對於 在影像的呈現上 有很多 做得很成功的導演 他們一樣 在影片裡面 一樣擁有那麼多的文學的技巧 一樣會有象徵 一樣會有所謂失憶的東西 一樣會有氣韻 一樣會有意象的東西 所以 我剛剛講的差別只是說 因為我要 我們需要用具象的戲劇 不斷的這樣倒倒倒 不斷的趨近那個核心 我引用騎士老師 級的說法 趨向那個核心 他事實上 他事實上是一樣可以表現 並不會說缺乏工具去表現 這東西 只是 你看到的東西很可能 並不是那麼直接的 這兩個人在 他是透過很多情節劇情 跟戲的建構 到最後終於會了解 對 這麼兩個文化不一樣的人 一個外神老伯伯 一個分神歐巴桑 他們即使在聯羽有激風 有那個 他自己 在背後連結那個東西 他會 透過情節跟故事 一層一層這樣 觀眾理解到 也許你一開始看到是表面的東西 可是他會一步一步 挖深入到這些人的背影跟情感 他一樣會有 會有 好多好多的文學的技巧 可以供 供影像的表演做使用 其實 甚至包括我們看最具象的東西是 演員的表演其實也會幫助 因為這是好的演員跟不好的演員之間的差別 你有辦法讓你理解到 他事實上 他事實上 呈現的東西 是在文字表面底下 還運行的 運行的 我舉一個 我 就是這一幅神奇嗎 這個東西 在小說 反而是另外一個問題 在小說表面上看起來 這個母親跟 女 跟兒子 神聖跟他的媽媽 常常因為立場不同 造成衝突 然後媽媽開始 在小說裡面 一開始 我們在談的時候 就煙句或是 或是一些顧問就在談說 哇 每一次出來就是媽媽罵兒子 然後就 就拿起棍子打他 或者教訓這個兒子 就看不到這個兒子 這個媽媽對兒子的愛 或是兒子對媽媽 只有敬畏 但是也看不到那個愛 可是當 如果 當初 梅芳阿姨 我只給她一個指 我跟她說 你不會 你不會一開始就對你分 你只是看到她不爽 你就打罵她 你先前一定是 你們有很 還是有很深厚的情感 母子的情感 這件事情 會在日常生活裡面 本來就是這個基地 你只是因為 某一些觀念的衝突 立場的時候 然後在某些時刻 你需要做這件事情 但是那個母子的關係 基本上還存在 所以會透過情節 透過演員的表演 透過很多不同的東西 去架構 架構你剛才談的那個情感 不會讓 不會 不會讓觀眾少成誤解 如果這樣子的話 這樣能力也太薄弱了 他會 他有擅長 但是我覺得這一類的問題 是不會存在的 對 這是我的看法 很快講一下 我覺得是沒有答案 但我覺得沒有答案 就是每個會會不一樣 我記得如果你有看那個 黑森林那種比賽 還滿有 他就是 也有編劇寫到說 他們要寫哪一部電影的時候 然後黑森林在這飛劇 去一個很漂亮的飯店 然後大家都每天開會 他說開了三個禮拜 會有一些黑森林下來的時候 我想從頭改 我們還是從小兆開始 他會不會快接到 就是講一個歷史故事 他會從小兆開始 我跟你講 就是每一個 就是這兩個媒材的筆 是不一樣的 只是說 你可能是 你應該是一個 心思比較敏感的人 所以你會自己 去承接到作者給你的電影 就是他兩口都會有一個電影 這個音樂 是在你自己去構思出來的 比如說 最常見 就是大家常常說 你主角不夠漂亮 因為看著作者的形容的時候 哇 每個人 心裡都有一個美女 又怎麼他來演 就這樣 都會有很多人死亡 他有這個意思 就是你會從文字裡自己去構圖 然後劇組的人都會從 自圖文字裡 會自己去解構 共創其他的畫面 但是兩個 兩個的 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相信沒有答案 有做好 或是做過好 那樣子 所以我自己才會 謝謝兩位導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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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完兩位導演 對於在拍攝完 樂園時光 有關文學影像 楊哲先生的那種見證之後 我想要請教我的兩位導演 如果未來 兩位導演有機會 給你拍攝與 台灣文學這方面的題材的時候 兩位導演 最想呈現了 這個台灣文學的層面是什麼 謝謝 我那天我有個朋友在這邊說 我那天還在跟我朋友聊天說 我現在手邊 就有散步很棒的作者 包括黃岳隊老師一樣 楊先生還有 還有李軍蓮他們寫的這一家族的故事 你知道 然後還有 陳宇峰老師 他其實在做這些調查的時候 我通常很棒很棒的 綠島的這個故事 我說 我說 我剛好問你跟他通眉照 你知道 不知道要通哪一個禮 就是 就是 其實有好多好多很精采的那些生活的 生活的經驗 對 就是 很意 真的很願意 不甘願 然後就覺得 其實 真的好的機會也不多 鼓勵動 好的品牌 好的 後面的 畫面這些 就是 後的品牌 機會也不多 會 會很願意 謝謝 我其實現在也在準備我自己的店 那是 比較 面對現在 新的世代 屬於網路是文化的東西 因為我自己 基本上 對當代社會觀察這件事情 是一直是很著力的 那 最近 常常 講說 現在年輕的一代是厭史 就是出 薪水很低 念很高 學歷沒有出入 那 其實我對 我對這個議題 當然它是一個很籠統的 大家都理解的議題 但是 對於這個議題 我有自己的一些看法 有一些看法 那 所以有一個 有一個故事 但是 回應 剛才這位 朋友的問題 我自己在 我有說 我其實是先想要往中影響路線 才開始去寫過 所以 我有很多作品 其實是 呃 當初 因為沒有辦法拍攝 所以就想說 先用小說的方式把它寫下來的 這個故事 那 我有 我在我的小說裡面 有一篇小說釋放 是一直我很想要拍的 呃 然後 呃 對我而言 它也是一個家族史的故事 雖然其實 它有很多虛構成分在裡面 那 呃 那個故事 大體上 是一個 三 祖孫三代的一個故事 然後 它當然 呃 牽涉到高雄的 一些重要的歷史事件 那 我想要談的是一個 台灣人的宿命嘛 一種寿靜 一種宿命的寿靜 我不曉得 我在 從小 從某一個觀點 我 我的父親跟 就是我的 比較長的這些 世代的 長輩 都是 比較很傳統的 很平安的 台灣人 那 我覺得他們身上 除了某些特質之外 都有一種 台灣男性的 一種悲哀 悲涼 你看那個東西的因子 在生命裡面 透過 是透過歷史的 歷史的宿命東西 留下來的 那一種 那一種東西 我很想要把這種東西拍出來 那 呃 細節很難在這個地方 描述得很清楚 我很簡單的講一下 講一下那個樣子 啊 那是我的一件小說 然後本來名字叫寿山公寓 那我什麼寿山公寓 就是 在 在 呃 在 某一個時候 我的爸爸 爸爸 就是我 我爸爸跟我爺爺 好的 那我爸爸想的時候 他們在 台南天地的村莊 有一天 聽到一個消息 說他 我的祖父 就是他爸爸的爸爸 之前被日本人 爭軍到南梁去打仗 然後從此沒有回來 家鄉其只有留了一個衣冠種 可是某一天 他 又有消息穿外 說有路過了一船發現了 爺爺 然後現在把他帶回來高雄的哈馬 然後 然後這時候 我的那個 我的 國公 就帶著我爸爸 然後騎著腳踏車 從台南一路騎到高雄去接 然後 然後他們就 陰錯陽差走錯了一個日子 像一個錯誤的歷史場 就是選到了當時正在那個228的事件 那是在那個年代的時候 時候的這樣的一個事件 那這個東西是 當初是真的 差不多這樣子 有一個 結果證明是誤傳 因為根本接出來的不是我爺爺 是一個誤傳 然後可是從此之後 我爸媽這個 他就為了要陰錯陽差逃避 這個被捲入的神門 就躲到高雄的壽山旁邊的地方 然後在那邊 在那邊做一個學徒 然後從此隱性埋女 因為一輩子都會有一個陰影 在那個地方 那故事的結局是 30年後 我爸爸帶著這一代的我 去市區要買書包在高雄 我書包大陸 然後殷舟揚他會捲到 當時美伊島實際的這個氛圍 所以兩個世代重複的一個 一個東西 但主角是爸爸那個角色 他 因為莫米其妙去捲到這個歷史的循環 我自己比較 比較會從一個整體的台灣人的 宿命的氛圍裡面去談這個議題 可是什麼我自己的議題 是更加的 大概 問 問 兩位老師好 其實我前天有參加 參加誰是罵的 就是在讀書會 我們見過導演 那 剛才您提到說 這個 文學性的話 我比較想要問 小滴老師說 因為其實 從 我幼稚那份 國小 就看小滴老師導演 那個 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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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 到我研究什麼 因為我看那個 國立師大 那我比較好奇說 那 你怎麼拍這些戲 有沒有帶有什麼 學的想法 還是就 純粹就是 把你的 你的生活經驗 表現出來 那 第二個問題 我是想請教小滴老師說 因為我曾經聽過 蔡燦的 拉德基 以前他拍戲的時候 小滴老師會 不一定要一起吃飯 那個 我想說 那現在 對這些 年輕人的 要求 有沒有什麼 改變 還是說 大致上 謝謝你 謝謝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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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sou 是 沒有 沒有 就是 一個 sociedade 真的 就是 我自己覺得 我很幸運 因為從小都是成績很差 然後又換小孩 然後性別認同又有一點問題 所以我覺得最重要就是 原來最大的訊息就是嚴重我覺得 就常常覺得說 我常常看到別人的顏色 所以就是拍這些 我覺得就是覺得好多人都很吸引我覺得 然後有很多問題究竟是為什麼 就是因為我一開始 一回來做的第一個節目就是百中毒 就是紀錄報導 一百兩百的百中毒的文化 在那個時候有聽過警察說的一些報告 所以一直放在心裡面 然後一直有人說 我們社會怎麼看公權力這件事情 就是應該可以助盡的這樣 然後小朋友是沒有什麼改變 就是那時候就是 我好像一直比較在意這件事情 就是好像大家都覺得拍戲的 第一個就是說 場景不願意接拍戲 因為都會搞壞也不管 也不管這樣 第二個就是說小孩子 不用去拍就會變壞 所以我們那時候拍全家全家 我覺得菜單的還是初一吧 六年才初一的時候 對 那時候就是我就是吃飯 我就規定說 小朋友不要幫大家做飯 所以他一記憾你記憾你 說起來好像是一個美的 其實應該是記憾吧 就是 就是 我們那時候就是想說 長期嘛 就在楊梅那邊 所以有找場景旁邊的一個媽媽 然後我們去拿菜來 然後大家一起有多吃 然後就曉得我安心 找到 所以 不曉得 但是其實菜單的也是 真的 心思很明朗 又很棒 然後在這個圈 真的在這個圈子成長 然後一直這麼的 一直這麼可愛 我覺得他真的一直 一直 一直有一個 好神絕的 好神絕的心思 好 唯一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 從小就 崇拜了好指教 所以就 可以看到最後一個問題 最後一個問題 最後一個問題 謝謝 兩位老師好 然後 因為我上禮拜 有去參與那個 王小雅老師跟 那個 金言明 作家有 就是一起來 所以才能做一個 然後我就想到 今天也有在談 台灣的戲劇跟文學的關係 我就想到 那個金言明老師 他講過一句話 我就是影響好深刻 就是他被問到說 他在寫書的時候 有沒有為了 此次改變了 就是 就是這個目標來形成的一個作品 他居然說影視都沒有 那甚至會為了 要讓他的作品 沒有辦法被影視改變 而創造出一些 其實滿以變化的謎題 然後當他看到他這個謎題 就是變成了日本的電影 或日本的劇作的時候 他們這些影視的工作 甚至也就是丟回來 另一個謎題是 他沒有辦法用文字表達的 的一種關係 就是他說 他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良性 競爭的關係 我就覺得說 天啊 你家已經走這麼遠了 你這麼厲害了 就是我會想說 老師你們這次 開了這個月祖時光的東西 那能夠讓 就是你們覺得 我們現在台灣的文學圈 跟語句圈的關係 是走到哪一個地方 對 然後 對 然後就是 你們會覺得 有沒有正多的方式 可以讓 讓這個關係 往前就可以去協助 對 謝謝 那可能就是要靠一些 還沒有結婚的男生女生 跟他們來啟動 跟他們來啟動 跟互動 等到什麼關係 等到大概 一年打一次電話的關係 沒有 就是我覺得 我那天也滿意外的 就是說 他說他都沒有去想這件事情 但我覺得 單純是好的 單純是好的 我覺得 我覺得像我自己啊 就是 因為一直在 一直認為 電視是大家溝通的 一個重要的 一個管道 所以 一直在想說 怎麼樣 要 可以撥合電視 那但是 其實說真的 現在的媒產 已經改變了 所以如果有注意到的話 像職劇場 都有開放外面 可是現在大家 每個人都拿過手機 其實月聽的形式 真的一直在改變 我這兩天參加一個 就是台灣大學他們辦的三兆 就是有一個年級的 音樂創作者 就是來講 這個 他從一個CD開始講 以前一張CD 他都是 問你說 1996年的 國語暢銷 CD 跟2006年的時候 1999年好像是 阿美 2006好像是 桃德 然後 2016好像是蘇達利 然後他請你猜這三個數字 是什麼 然後他說 因為為了公平幾件 2016他把 六張合成一張 就暢銷的 前六名合成一張 我告訴你數字 2006是 200多少萬張 1996 2006是 100多少萬張 2016是 15萬張 就是整個 但是以前的一張CD 他跟這個圓化起來 85%的收入是平台跟投資 跟唱片公司等等 所有行銷管道 只有13%是創作者 只創作者 而且他還要跟 什麼 作詞人 作曲人 大家 他說現在 他 在新的 不管WeChat 或者是很多網民 他現在 他只要是 甚至直播 甚至什麼 就有很多人打賞 就是 5塊錢美金 然後5塊錢的 人民幣 其實 但是 那完全就是他的 就是80%的那個 已經沒有了 已經改變了 所以未來的月經世界 其實是一直在改變 那我想 這個 互動應該會越來越頻繁 只是 將來的形式 可能就不一定是 電視為主的這種形式 甚至不是電影的這種形式 所以我相信 以後的互動會 也會進入到 更多的層次吧 那如果在更多 更一樣的層次上 互動的時候 我覺得 有經驗你先生 那種精神是好的 就是先保留你自己 工作的每一台的 每一台的重點 然後讓別人來寫 或者是 翻譯 或者是狀化 你的創作 或者想想 我簡單的回憶一下 其實 老實說 我在台灣 我認識非常多做家運 同台的朋友 包括前輩 什麼的 大多數人 在創作的時候 其實從來沒有想過 大多數人沒有想過說 我這一天是為了 為電雨而行 或電車 其實沒有 他們其實都在一個 非常粗粹的狀態 可是我飛行它不可能 並且它可能是一個 我生命很重要的一個 靈活的處 那 所以大部分的人 其實不會 不會為了某一種目的性 去行作 基本上這樣的東西 才能夠是一個粗粹的 有高度的作物 那我很簡單的延伸一下 其實台灣 在 如果說文學作品 對 跟影像作品 互動的一個高峰 其實是在 在台灣新電影年代 就是延續1978年之後的 江湖文學論戰 然後 開始 最後開啟了 台灣新電影 所以你會發現 有很多黃村民的小說 《白星友》的小說 誰的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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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改編成電影作品 然後有一波浪 逃出來 剛好有一些年輕的 是剛剛好 這樣的題材環境 跟那個時候 新電影的那一代導演 他們正想要做的事 也是很match 所以 剛剛好 有這樣的波來 譬如說 譬如說 他們 他們開始重視 台灣自己的故事 鄉武的同生後來的 譬如說 因為成本很少 所以 黃村民先生的小說 很好看 就是 小人物 小村落 小世界 如果他寫的東西 都炸來炸去 那他的作品 大概也很少看見 所以其實是 有一些條件 剛好match 那當然 我也 勢必這樣講 譬如說這二三十年 還是有很多作品 被改編 就白鮮王先生 先生的小說 很多被曹瑞 導演 改編成戲劇作品 我自己也會 改編一些 一些作品 其實 其實都有在這樣做 就是多跟少 多跟少 而已 那他 有一個 有一個面向是這樣 其實大部分的作家 都會很希望 他的作品 有機會被改編 因為編成是一個 編成一個 跟獨同小力老是說的 你變成一個影視作品 比較容易走進大多數的家庭 然後被更多人 被更多人看到 比如說 艾亞的 艾亞老師的曾經啊 還有人間四月間啊 還有張愛玲的故事啊 有好多集都在公司 被改編 被改編過 那 譬如說 我從前 常常偶爾會跟 洛宜君 抽菸喝酒 聊天 他好多人要找他的小說 拍編 但是從來沒有一次成功過 這也是有些難度 譬如說集資啊 譬如說商業性啊 譬如說什麼 有很多這麼複雜的 複雜的考量 他終於在 在那個 月子時光系列的時候 欸 有 因為他的捷粉 就拍了他的降車車 像這樣子的東西 其實 還是 一直 一直都有 而且 我要講說 在 人才跟養分的交流上面 事實上也一直都有在進行 我這樣子 回應你剛才最後一個問題 你說 那個 金米先生的那個 他說他會弄很多謎題在裡面 讓他作品才能改變 是 其實大多數 大多數我要講 一個所謂的學術界的 學術界 就是對於改編電影這個東西的理論 大多數的文學作品改編成電影 我在講全世界的那種 雖然量非常多 但是大多數是不成功的 他成功可能是在其他的地方 也許跳坊 也許西域 也許什麼 知名度什麼 但是 因為終究 我剛剛回到我最 最 前面題 小時候作者 一開始去思考這個題材 他就是選擇一個 他最擅長的 文字的美學 最擅長的 用文字說故事的結構 跟他最擅長的東西 所以 當你要去 真的去改編成影響 你要轉換成另外一個結構 其實上次不太容易 而且 他很可能一個 一個 比較高完成度的結構跟狀態 已經在那裡 可是當 所以 如果去改編的人 你就要花非常多的心思跟力 去迴避 去迴避 小說裡面很難的地方 但是他要運用他的影像能力去 用影像能力去回應 讓這支片子有他新的聲明出來 我據說 從前 我參加一個座談會再談這個 聽說 在近代裡面 稍有的幾部小說 改編成電影 改編的跟小說 高度一樣 或是可能有超越小說的 只有英倫情人 前陣子有經典版的 五個版 大家英國病人 他的原來那個 英倫情人 這張是改編的人 或是比安倫段貝山 可以跟原來的小說相比 這個相比並論 其實有很多改編 其實在藝術性上 我的判斷 實際上是 是可能是失敗 或是不太多 那這個也是 其實改編的導演的困境 因為他們要面對一個 很高度完成的作品 可是要戰戰兢兢的 用另外一個角度去做 也許他有他成功的地方 或有他可以達到的使命感 可是也許在原來的故事上面 原來小說其實是一個很高度完成的東西 這個是兩者的答案 謝謝